接下來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遊觀名贊助的 晚間粵語新聞 牛賓邵域省蒙克頓市 射殺三名騎警 和窗窗兩名警員的疑犯已經被捕 諾曼帝登陸七十周年紀念儀式舉行 二十幾個國家的領袖 齊聚寶劍海灘 向二線欺牲盟軍士兵致敬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六月六號星期五的晚間新聞 我是劉家欣 新聞的詳細內容 皇家騎警證實 涉嫌開槍殺死三名騎警 和槍箱兩名警員的疑犯已經被捕 警方亦在現場附近發現一些蒙氣 騎警助理總長兼牛賓邵域省的指揮官布朗 今早早在記者會上公布三名雙職警員的身份 分別是三十二歲的羅斯 四十五歲的熱鬱檔 和四十歲的拉茨 布朗表示 雖然槍手被捕 但是對整支警隊和死傷者家屬來說 是漫長而痛苦療傷過程的開始 案發在星期三晚 二十四歲男子布爾克 涉嫌開槍襲擊警員 造成三死兩傷之後潛逃 今次是皇家騎警歷史上 其中一宗死傷最嚴重的襲擊案 警方之後大範圍封鎖蒙克頓市北部地區 由出動裝甲車和直升機 大舉搜捕疑犯約三十個小時 疑犯最終在今日凌晨十二點十分 沒有反抗下向警方投降 疑犯被捕時身上沒有任何武器 但是警方在現場附近 發現懷疑是屬於疑犯的武器 多倫多市長福特 再被多倫多聲部報道負面新聞 報道指 聖部已看過市政會堂的 保安錄影片段和報告 福特懷疑在復活節之後的星期一 亦即是福特宣布休假 進行治療之前的九日 被影到在停車場走路遙遙訪 並跌倒在地上 唯有要人扶他上車 左右他的哥哥開車送走他 報道指 保安記錄還顯示 在之前的大約一個小時 一個身份不明的女訪客 進入福特的辦公室 在安省三大政黨領袖 繼續為將與下星期四舉行的省選 進行競選宣傳工作的同時 進步保守黨和新民主黨 要求自由黨省長惠恩 確保所有取消在奧克懷疑 和密西沙加市興建天然氣發電廠的文件 立即被公開 兩黨是在有報道指 按省省警再次到省議會執行任務之後 提出有關要求 更泰華公民報報道 省警星期三曾經到省議會 執行法庭發出的指令 保守黨的能源評論員 密克盧德說 省警是尋求得到一份 司法委員會曾經要求 但是仍未得到的訪客名單 協助確定一名外來的電腦專家 是在何時獲准進入省長辦公室 省警之前已經從省長辦公室 檢走24個電腦硬盤 之後證實 部份電腦硬盤儲存的資料 在上任省長麥堅迪 和現任省長韋恩權力交接期間 被人全部刪除 密克盧德指 在距離省選投票日 只是剩下6天 韋恩要向選民負責 確保所有關於天然氣發電廠事件的文件 在今日之內被公開 新民主黨黨魁霍玉斯說 警方再到省議會事件 再一次提醒省民 按省要在本月12日 由新政府上台的原因 總理夏柏聯同多個國家領導人 今日在法國 出席登陸洛曼帝70周年紀念儀式 夏柏先去到一個舞員獻上花圈 這個舞員安葬了當年 登陸洛曼帝之戰上身的2,000多人 而當中大部分都是加拿大人 夏柏之後 出席由法國總統奧朗德主持的五宴 事後和多國領袖及元首 出席的大型紀念儀式 夏柏首後前往朱樂灘 並且發表講話 朱樂灘是當年大約1萬8千名家軍 加入盟軍的陣營 參與登陸洛曼帝 這場扭轉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況的地點 在首日戰事有359名家軍陣亡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 全國在5月份增加了大約2萬5千8百個工作職位 扭轉在4月失去2萬9千個職位的情況 不過 新增的職位全部屬於兼職職位 而由於求職人數增加 令上個月整體失業率輕微升至7% 統計局說 本國在上月失去了2萬9千1百個全職職位 數字被兼職職位增加的5萬4千9百個所抵消 正職位增長數目 符合經濟學家先前普遍預期 統計局指 在過去12個月的正職位增長只有8萬6千個 按年增幅只是0.5% 而這些職位全部都是兼職職位 統計局又說 上個月有多6萬6千2百人被聘用 而有4萬0400人就脫離自故行業 在全國各地中 以亞省的職位增長最多 有1萬6千4百個 其他省份表現平穩 而紐芬蘭省就失去了4千1百個職位 至於安省 在5月份的失業率是7.3% 較先前一個月下跌了0.1%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國際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遊提供專業旅遊服務 總部位於加拿大多倫多 在北美和中國共有12個分社 避免接待能力強大完善 致力發展網上旅遊消費 足不出戶完成機票和旅遊團預訂 保證你自由出行 網絡空間風采無限 天保旅遊讓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位於偵查路的羅聰為福星摩佩城 突然之間沐起滾滾濃煙 走近看 原來是摩佩城的廣告燈牌燒著了 危紅燈牌被燒到只剩下一個鐵框 據工作人員的介紹 她目前的身體狀況良好 但還未見到她的父母前來認靚 現在公安還未有帶她的家人 或者她媽媽總之她的家人過來 希望的六名兇徒 全部是邪教組織全能神的成員 當日他們為發展更多成員 就在麥當勞向食客索要電話號碼 你最初是問這桌 我們這桌要的 然後跟我要的 你給的嗎 我們給了個假的 由於公園的容量有限 所以目前是只對兒童和帶孩子的家長開放 從早上六點開始 公園門口就已經排了六百多人的長浪 還有頭髮都是我覺得男女一樣 都是一個信心 沒有了 開始有一點 你這時候有 我情緒太好的病了 教練就說如果我腳不在這裡練膠布 一扯一下就我試過了 我真的很痛 我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因為我當它是一個… 小文維 各位觀眾晚安 繼續是新聞時間 國際方面的消息 今年是二次大戰 盟軍登陸落萬第七十周年 當地展開年串紀念活動 美國總統奧巴馬 和烏克蘭後任總統波羅辛科 分別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七十年過去 在當年盟軍登陸的五個海灘之一 寶劍海灘 表演者重演七十年前 士兵長灘的情況 這場戰役為反擊納粹德軍 結開序幕 當年有份參與 為落萬第登陸戰的十幾個老兵 重臨舊地 都念真亡戰友 為了紀念登陸落萬第七十周年 美國總統奧巴馬 和法國總統奧朗德 到當地的美軍務員 向真亡將士致意 應對黃以利沙伯二世等 十幾個國家領袖 也都會參與連串的紀念儀式 美國總統奧巴馬 在各國領袖五言時 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非城式會面 白公子雙方談了大約10至15分鐘 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 美俄關係惡化後首次見面 但是傳媒形容 奧巴馬和普京 在五言前拍大合照時 似乎有意避開對方 普京和烏克蘭後任總統波羅申科 以及默克爾在五言開始時 交談大約一分鐘 在波羅申科當選後 首度和普京見面 法國官員指 他們有握手 談到如何伴和烏克蘭局勢 1944年6月6日 以英國和美國為主的盟軍兵分五路 向法國北部的洛曼帝海岸進攻 成功登陸開闢西線戰場 成為戰勝納粹德軍一場關鍵戰役 也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登陸戰 盟軍此役總共投放了超過280萬人 以12萬身亡的代價 121萬德國守軍 駕駛蘇聯韓軍在東線不斷推進 納粹德軍受東西夾擊 苦苦支撐不足一年 最後宣布無條件投降 阿富汗總統候選人阿卜杜拉的車隊遭到炸彈襲擊 造成6人死亡、20多人受傷 阿卜杜拉就無恙 爆炸之後 多架汽車損毀嚴重 附近大廈也有玻璃窗碎裂 當地中午左右 阿卜杜拉在赫布爾一間酒店出席競選活動後 附近發生兩次爆炸 當地警方說兩次都是自殺式炸彈襲擊 暫時未有組織承認策劃事件 阿富汗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 會在本月14日舉行 阿卜杜拉的支持率暫時領先 塔利班曾仰言要破壞選舉 北韓拘捕一名美國遊客 指他違反簽證條例 據說這個遊客是目前第三個 在北韓被拘捕的美國公民 法新社引述朝鮮中央通訊社報道指 一名美國遊客目前已被拘留 正接受審問 被扣留的美國遊客叫做富爾 在4月29日轉入北韓 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 富爾違反北韓法律 在逗留期間違反觀光目的 報道並沒有講述細節 但是日本共同社就指 明明美國遊客因為 將一本聖經留在酒店內 因而租拘留 據說他是目前第三個 在北韓被拘捕的美國公民 日本研發了一個有感情的機械人 除了可以進行基本對答 還會學習人類的感情 知道開心和傷心 不相信可以成為人類的好幫手和好朋友 聽到音樂會跟著拍子跳舞 一邊望鏡頭拍照 一邊同人對答也頭頭試到 他是由日本電訊企業 軟銀研發的機械人Pepper 和一般的機械人不同 頭部有情感感應器 能夠根據人的表情 和語氣分析情感再作出反應 和人互動期間也會儲存人類的情感到雲端 學會和人一起笑、一起傷心 被稱讚的時候會覺得開心 Pepper身高1.2米 重28公斤 為了在家居使用安全 它以車輪代步 內置防傾島的自動平衡功能 它日後的用途包括店員、保母、長者護理員 甚至成為人類的朋友 軟銀在發布會上表示 這個有感情的機械人 最快下年2月就會發售 售價為198000日元 折合約19900美元 日本的人口老化問題嚴重 多間企業致力研發機械人 希望增加勞動力 當局估計 到了2020年 機械人市場規模會比現時多兩倍 達到2.85兆日元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4月到訪日本時 同一部家用機械人切磋球技 就連奧巴馬都說 機械人逼真到有些嚇人